屋里的墙面或者屋顶小面积的破损 掉皮 起泡 各种丁子留下的洞也 都可以用这个视频中介绍的方法 自己动手进行修补 这个是spakening paste 值一是油灰膏 这是用来修复墙面上的裂缝 破绳 或者一些比较大的孔洞 需要两个小船只 在地毯上铺一些 不用的毛巾 床单或者纸板 都可以起到保护地毯的作用 打开盖的油灰膏就是这样子 它不需要添加任何水或者其他材料 开盖就可以直接使用 现在就用小船只 把油灰膏或者叫填封剂 抹在破损的墙上 因为这些破损都是很浅的 没有穿透墙面 形成很深的孔洞 所以就用油灰膏直接填充在破损的墙面上 就可以修复这些破损面 这样来回多补几次 填充剂一定要刮湿在破损上 千万不能有空心 油灰膏抹好之后 就用小船只 把破损面和周围的多余的油灰膏 去掉 用小船只 把油灰膏尽量地抹平整 去掉多余的油灰膏 全部抹好之后 就需要等待几个小时 或者是第二天 来进行下一步的工作 把剩余的油灰膏盖紧 第二天 油灰膏已经完全干透了 这个是sand paper 沙纸 现在用沙纸 把墙面上 突出来的不平整的油灰膏 给沙掉 一直沙到 用手摸到墙体表面 非常光滑为止 这个时候 就可以给墙体表面刷油漆 刷油漆的时候 也需要用一个小毛巾 或者毯子 保护地毯 油漆刷好之后 需要等待油漆干透 现在整个修补破损 墙面的工作就完成了 如果您喜欢 请加入我的免费会员频道 并请点赞 转发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哦 谢谢观看